另外再来看到是金融股的部分 金融股这一波的整个重量级法术会要继续展开 29号是国泰金 然后还有包括新光金 永丰金 这要问一下沐华 因为金融股刚好是不是这一波的护盘重点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只有护盘 但是没有拉抬 因为金融股毕竟基本面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现在这个礼拜的法术 当然今天最主要就看国泰金 那另外呢新光金是明天 新光金你知道它今年上半年 就是H1它的这个税后EPS衰退多少吗 衰退65% 所以基本上我想它的法术会给出了 这个成绩但应该不会太好 永丰金 第一金跟兆风金 那永丰金是所有15家金控里面 今年上半年EPS衰退最少就衰退4% 所以大家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 衰退最少是4% 代表15家金控今年上半年 税后全数衰退 最多衰退到60几% 比如像台新金也衰退到6成 那另外呢 这个比较好一点像这个兆风是4% 然后合库第一大概都在10%以内 包括像富邦金衰退都达到20几% 那国泰金今年上半年衰退也是4成多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金控股 金融股现在目前可能只有撑盘角色 但是没有拉抬的条件 最主要就是基本面的问题 那所以今年上半年很多人讲说 那升息不是好到金融股吗 事实上就错了 升息后面它导致经济衰退 可能金融股的压力就来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我们逻辑上要去调整的地方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你如果现在叫我选股的话 我对金融股就是没有 我只是会看看 我不会把它放在我现在要立刻买的名单里面 我会观察 我觉得金融股有什么机会点在哪里 请大家记得明年上半年 过完农历年后 整个景气退退了 大环境明年很清楚 整个经济衰退的方向各方面 我认为那时候金融股跌到一个相对低点的时候 他们价值点就出现了 那再加上今年有两大问题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第三季跟第四季财报的厘清 比如说受险股有净值大减的问题 第二个有所谓防疫保单的产险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防疫保单最终赔付 可能会超过1000亿到1500亿 绝对不是市场传的说 6700亿 7800亿这个数字 所以为什么赵峰金 大家知道赵峰产 还没有报完就对了 你知道赵峰产卖了多少张吗 赵峰产卖了80万张 他已经提列大概100万潜在的损失 包括新安东 你看到为什么最近育龙中华车股价那么弱 因为他们都要大增值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可能 250亿到300亿跑不掉 所以这个防疫险值乱 再加上净值大减 再加上获利衰退 那怎么样我也不会把金融股 放了我现在要立刻去买进的标的 那除非你是存股达人 那我不知道啦 你们如果要喜欢存金融股就存 但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存股的话 国际上有更多好的银行 金融股可以让大家存 那讲实在的不见了 一定要这个只看台股 那当然放眼全球也是一个方向 OK 所以你对你的价值点不够吸引人 你不会去碰 我们另外想问一下 因为马上这个立刻的一个 新的一个利多应该会出来 就是我们的观光的部分 因为现在激情指挥中心已经说了 这个国外的旅行团来我们台湾的时间 可能是9月底10月初 那观光类股应该是会启动了 现在是一个资金避风港 可以投入观光股的时候吗 郑杰 对我来讲绝对不是 因为台湾的观光股 在等什么 就在等那一天 而现在的股价早就不合理了 我们看到台湾非常多的观光股 净值连10块钱都不到 股价在670块钱 大家在等什么 不就在等这个消息吗 你有在等这个消息买吗 大家在等这个消息卖啊 所以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相信沉重的卖压才正式要开始 OK 等卖 乔哥 是吗 我觉得这不是资金的避风港 也不是啊 对 因为这个会是变成 短线投机客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因为其实像上个礼拜我来讲的话 虽然开放了这个观光 可是比较强势的观光股 像亦飞网三富五福 这些几乎都是旅行社 不是饭店也不是食品 所以再来就是说 这些股票的成交量都不是很大 那如果说 你要想资金避风港 公司至少还要能够有获利 其实这些观光股今年来讲 上半年的获利几乎都是负的 都没有赚钱 而且穿旁边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 适合的资金避风港 不是两票了 沐华一样吗 国有一个朋友 以前干导游 你知道他说我们干导游 这个行业的人 是八字最不好的人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一个餐不好 你会被40个人同时骂 你想想看你的八字会好吗 也就是说观光业 八字要够硬啊 这样讲话 观光业它基本上是一个高现金流 但是低毛利的行业 那我如果是这些旅行社老板 刚刚乔哥谈到一些旅行社老板 我如果是他们的话 我现在唯一选择 就把我所有股票卖光退休 我现在股价这么好 我不把我股票卖光退休 未来不可期吗 不是不可期 旅行社太辛苦了 我太多朋友开旅行社了 旅行社真的太辛苦了 你一个团出到海外去 你如果这个团 出了小小一个trouble 你知道你回来 会被申诉到什么程度吗 所以你知道 开旅行社的人 他们真的是很佛心 但因为股价涨这么多 所以我如果是他们 我会把股票卖光退休 孟华太多领学 根本叫老板直接退休 那要不要投资 大家就很清楚了 好 摩尼多来看这个资安 美国现在非常重视资安 也说不用这个中国的设备 所以我们台湾相关的这些 很热的网通还有机会吗 简单来看 为什么台湾的半导席 在这几年脱影而出 是中美贸易战造成了 台湾左右逢源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来看 中美贸易战下一波打到哪里去 简单来说 我说不只是等于是所有的网通设备 他们就不想用中国的 甚至他就明摆着不用你 那这些会对什么人有好处 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本来中国在低价竞争的 如果本来他就没有用中国的 其实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利好 但是如果他本来都是用中国的 那这样反过来才有利多 所以我们要选的股票是 本来他就用中国的 例如我们看到最明显就在光通讯的一个族群 我们都知道不仅仅以前的GPON什么 都是中国非常低价在杀价竞争的 那现在他不用 我们看到财报上的数字就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公司在过去都是被人弃之如必喜的 我现在看到Q1 你看很多人Q1都在赔钱 甚至小赚 可是在第二季他的获利大幅的上涨 原因是什么 转变 转变是什么 美国 欧美 人士对于中国的抵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光通讯的族群 为什么他都获利在往上 那很多人都说中达没有往上 中达因为第二季认立了一个业外损失 但其实他的获利还是往上的 所以你明显可以看到 为什么铜信重兵压在光通讯 铜信就是在买成长股 原因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中国的低价杀价竞争的一个焦点 那中国过去的低价杀价竞争我们什么呢 就是最便宜的东西 最低品质的东西 像什么 XDSL 这东西大家都觉得没有竞争力了 所以中国更加的低价竞争 但是现在中国因为不做了 反而造成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迅州 0.15到0.47 那我们现在看到重期 从0.23到0.53 台零这些涨了很多 从0.28到0.5 过去他们的产品 反而都不喜欢看 为什么 XDSL跟Cable 这东西都是低价的产品 但是现在低价翻身季 就在于中国没有办法再用低价来跟我们做竞争 好 那再下来还有一个族群是什么 就是中国原本市占率高的族群 什么叫中国原本市占率高的族群呢 简单来讲就是4G 5G的设备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华为也好 中兴也好 过去他们的市占率是非常的高 那中国不用他们了 不好意思 欧美不用他们了以后 造成了我们什么 好还要更好 这些公司过去的确 中国我们占有一体之地 但现在我们的市占率是越来越高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获利都越来越好 包括了智邦 神准 政机 智益 中类 长城 宇智 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看到毛利率 因为这些网通股 他们的成长不只是获利的成长 他们重点还在毛利率的成长 所以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什么 中国本来跟你杀价竞争的 它现在无法跟你杀价竞争的 例如像光通讯 例如像XDSL 第二 中国本市占率很高的 例如在4G 5G的设备 然后再来通信设备好还要更好 所以整个通讯族群 为什么在今年表现这么优异 那当然之前股票整年涨多了 但是它可以趁最近开始回党的时候 默默地开始选择这些公司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产业结构的一个转变 而不是一时的一个所谓订单的转换 因为在未来 这个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之后 网通的设备它们会越来越重视的是安全性的问题 OK 好 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转变 因为贸易战会继续再打 所以这个股价下来的话 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没有发生的话 请您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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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解决 在这一边 需要买操作用的三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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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